來了啊 哇 是時候我們要前往二十九章了 登登 阿伯我來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B.A.Y.阿伯 今天我們要來跟大家講一下一些商城的道具 課什麼樣的東西CP值比較高 最近又是更新了相當多的禮包 阿伯在今天的影片也會來課一個禮包 因為再不課的話就沒有機會再課了 在影片開始之前不妨先幫阿伯點一個讚 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你就可以收到阿伯的最新資訊 然後我們就整片開始 好那麼首先呢 我們就要來直接給他課起來了 黑石龍啃 他的特價就剩下兩天 不知道這個時間結束之後 就變成原價 還是說以後就沒辦法課了 不知道欸 那為什麼要課這一隻CP值高不高 我覺得是超級高啦 尤其是如果你比較沒什麼時間的人 有了這個黑肯之後呢 就會讓你的這個遊戲變得相當的輕鬆 例如說 像是這個Sargate 這隻Tiger 他的技能就不太好斷 他的打法不太一樣 就是必須要前面先技能放的慢一點 然後等他先丟出這個必殺技之後 先斷到一次之後再來做輸出 如果有黑石龍啃的話 你就不用了 你就不用等 你就可以直接做一波輸出 反正到75秒就會直接把他給暈下來 他就會自己斷招 好再來像是如果你遇到一些很機車的角色 很難斷的 例如說好鬼 好鬼這邊看不到 好鬼也是超難斷的 那如果你有黑肯的話 你就不用去想這個 你就不用去煩惱這個 反正黑肯會幫你斷 然後像是遇到這個市長Cody啊 或者是遇到什麼 瘋狂龍啊 通通都是比較不好斷招的一些對象 走 我們來去把這個黑肯給他帶回家 幫阿伯省時間啊 這樣呢我才可以拍出更多的攻略啊 來 直接給他刻起來 課金一時爽 一直課金一直爽好不好各位 呵呵呵 來了啊 哇 是時候我們要前往29章了 登登 課金真的很爽 不是說還會再跳出一個技能的禮包嗎 誒 這邊還 這個要課金才有 這個要課金才有 這邊可以課這個奧義 那這個奧義要不要課呢 我覺得 是可以課啦 有它的好處啦 但是我覺得以我目前的狀態 還不太需要 還不太需要 那阿伯這個黑石龍肯課下去之後 我目前的課金程度就來到多少 差不多 欸 之前好像 3125嘛 之前3125 然後加 我續了一個小月卡 打折100塊 在這裡 之前活動有打折 100塊 然後再加上黑石龍肯1690 所以現在課金程度來到了4915 4915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的黑石龍肯在哪裡 欸 來 直接綁定一波 那這邊呢 我就直接來綁定我們的這個火生好了 欸不對阿 綁定火生的話 恩 好啦 就綁定火生吧 想不到 還可以綁誰 因為我這個現在資源很有限 很有限 就先綁定火生 那之後 之後如果要解綁的話 就要消耗100的鑽石 基本上其實也是算滿便宜的阿 也是滿便宜的阿 OK 那麼現在呢 我們來把這個黑石龍肯他的專屬武器給他弄出來 弄到5就可以了 弄到5就可以了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他放在資源位 來來來 3 4 其實 強化到5沒有花多少資源 沒有花多少資源 然後 讓他 穿個裝備吧 這邊給他裝這個 強襲 好 那我們最主要就是要他這個資源的技能阿 格鬥家在這個資源衛生效 為全場所有目標附加這個狂龍病毒 那麼就會吸 不是 不是吸起來阿 就是對手就會吸起來 我們是沒有吸的好不好 給對手吸 給對手吸 給對手吸毒阿 好 現在就把他放上來了 放上來了 各位 那我們來這邊給大家實測一下給大家看 這個buff 就變成說 有點尷尬 就變成說 這邊要上四封 是不是 那我的這個電狼就必須要下去了 對啊 就只能放一個 阿雷娜 一二三三封嘛 還有一個四封 四封的話 我們就上阿貝爾 這樣整體來說 我們就沒有這個觸電的效果了 不過沒關係 他的這個 少了5%的攻擊 還有觸電的效果 阿不然我們就 三個就可以了 可是三個的話就 又少5%的攻擊了 對阿 但是我們可以上觸電的效果 好啦就這樣好了 就這樣 好 GO 阿 戰力不夠 那這邊的話 就只好把阿貝爾換上來 這樣直接就是 欸 少了這個cody 變成說我們要多試幾次 讓這開場 直接有這個 生生不息的效果 來我們來看看 升起來喔 升起來 升 起來 這加攻擊價也比較多耶 換過來 多一點點 不無小補 來 升起來 升 是有沒有那麼難升 呵呵 太難升了吧 升起來 有了 升起來了各位 來 直接 打起來 升起來了各位 欸欸欸欸 直接提爛 欸 有沒有看到 暈 暈起來 哇 有這個黑死龍啃 對啊 這個 封關瞬間就變得好像吃吃飯一樣 你知道嗎 呵呵呵 那麼阿貝之前阿 這個攻擊力已經不夠了 你知道嗎 斷 頭位不夠 啊 就是 我如果斷到好鬼第一次 我也是 這段時間我在輸出 我沒辦法在他放第二次必殺技之前把他幹掉 就變成超級難推 因為第一次勉勉強強還算比較可以去斷道嘛 因為他本身就不好抓 所以說 這個第一輪我們可以重複去嘗試 但是 如果 如果這個第一次成功斷道了 然後你打到第二次他放必殺技 還沒把他打死 那就變成說 已經很難斷 你還要再斷第二次 再加上你第二次就要用這個 喵將 喵將的話 東將阿 東將的話就更難斷 所以說本來快打旋風 算是一個推圖很難的一個遊戲 但是自從你課了這個黑肯之後呢 你就可以 欸 一路順風 只要你站立夠 基本上都可以爬上去喔 欸 所以說 如果不想要浪費時間的話 就是不想要花太多時間再重複推關 那麼 你就可以把它刻出來 那如果你是想要體驗說 啊 這個斷招 我perfect斷 好爽 這種感覺超級爽 那你就可以不用刻這個黑死龍坑了 好 再來呢 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 還有什麼CP值很高的禮包 那麼 像是這個 這個探險基金類的就不用說了 這個CP值都60幾倍反例 相當的高 然後 還有這個 大月卡 普通月卡跟豪華月卡 那麼這個普通月卡CP值真的超級超級高 然後豪華月卡的話 40幾倍吧 好像30幾倍還40倍反例 也算是相當不錯 那麼普通月卡的話是80倍以上 超級超級高 然後再來這邊這三個呢 CP值也算是不錯 反例都有30幾倍 好 再來這邊要跟大家講一個禮包 就是 這個 周禮包 周禮包這邊有一個 24小時 20箱的這個禮包 突破10禮包 那我們來算一下 這一包反例是多少 我以我現在的話 好像一小時可以掛多少的這個突破石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一小時可以拿到94顆 94顆除以2 所以等於說一小時可以拿到47顆 47顆的話 來我們來算一下 這邊是24小時乘以20嘛 然後乘以47 2560顆 好 然後我們再去加這個旁邊的 我們把它算成5折 5折就除以2嘛 然後再加上680 然後再除以這個價錢330 好 這一包的這個反例 也有30幾倍喔 也算是相當的不錯了 那麼如果以這個阿貝現在的進度 如果我要從我現在的等級 然後突破到240等 他你這個4個角色 如果240等可以再往上突破 可以到241 245 250這樣 那現在阿貝目前的進度到突破 光刻這個突破石 大概要花個7000吧 大概要花77千 20K 然後乘以20包 等於說還要差不多400K的一個突破石 我才能突破到240等以上 那麼400K的話 對於如果你不想課的人 大概要花多久 我們算成一天你可以獲得4 4K好不好 應該4K算蠻多的吧 像現在關卡來說的話 一天差不多只能獲得1K 然後再加上懸賞 懸賞這邊如果有活動的話 這邊可以拿到比較多嘛 像這邊阿貝就刷出了4千顆 4千顆 所以說你一天 有活動可以拿到5K 要刷 但是你要去刷 那如果沒有的話 等於說你一天 我們就算成平均一天 你可以拿4K好了 一天可以拿4K 那也要除一次 也要100天 100天後才能突破 所以就看你個人 有沒有對這個進度比較追求 如果有追求的話 這包其實CP值是很高的 那麼其他的話阿貝就看過 如果你是以這個純粹突破石來講的話 就是這個龍光賞金令 還有這個周禮包 這兩個是CP值最高的 那麼下面不是喔 下面不是只有這個330的 好那阿貝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希望阿對你們會有幫助 如果有其他問題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板提問 更謝謝各位的收看阿貝我們 下期再見 掰掰 這邊是在拍電影是不是 我看一下 欸這是在拍疫情是不是 對耶 我沒撞他們喔 他們自己來的 欸等一下 他好像不是走這裡耶 看太路迷了 因為這邊沒有打開阿 哇靠 他直接抓我下車欸 逃打是不是 他抓我下車 叫你抓我下車 欸 哇靠 我剛剛就在看一個疫情而已 不行喔